在内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 我自己觉得是有无限可能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市场 作为我中生的一个打扁的委台 我叫梁嘉欣 今年29岁 来自中国澳门 我现在在恒情发展 主要从事地产 销售 装售 这个环境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周边的一些亮点 开过来只是10分钟的时间 现在就是去量一个 两个尺寸 两个装收房的尺寸 这样子 我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澳门比较多 所以在珠海会是很起码的房 之后会委托我们去帮他们装收 在装收这个业务来说 客户的要求是有分别的 澳门客户他对装收的要求更拼相应 更大的利用空间 因为澳门比较小 然后又有很多柜子啊 很多主屋空间啊 设计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气 更偏向于现代风格一点 但是在内地的客户来说 可能住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柜子 只要得体啊 大气啊 好看就可以了 新中市 中市比较多 2011年的时候就去了北京读书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专业是财务管理 当时因为我想离开澳门去看看别的地方的一些生活啊 或者是一些环境啊 好一些文化 他现在采用的主题是想要一个灰色白色的一个主调 大四的时候 基元巧合有一个活动 然后刚好有恒情的代表去跟我们北京二生分享 恒情的未来的规划还有未来的发展 所以就在还没毕业之前回珠海恒情这个地方看一下 然后感觉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也是未来我一个很大的舞台 所以就在2015年毕业之后直接来到恒情发展 从事商业策划 市场调研的一个工作 我是经过在恒情两年的观察 长出人口也越来越多啊 看到未来的专属市场 还有它的地产 潜力需求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决定趁着年轻的时候尝试创业 我是在17年开始创业的 来到恒情创业对于我们澳门青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享用跨境搬工补贴 就是在这里租房及我们搬工场所 租金可以补贴一半 还有一些创业的政策 就是我们澳门青年在恒情开公司的话 开过三个月就有一些创业基金可以申请 大概三万块一期性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才 生活补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生存也挺困难的 我们基金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复权去做 能省就省 比如说我们去搬水 去买一些油丝 都是要自己开车过去拉回来 因为我们要折成原本 装收这个板块的话 我们一开始这个市场也是挺空白的 需求也是比较小 然后我们去一些住宅的项目发全单 又发过五千装全单 就是自己去跑市场 在创业前期阶段 我们在不怎么盈利的情况下 收不到尾款的时候也是会亏钱的 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经常睡不着觉 有想过放弃 但是不甘心 因为觉得这个市场还没真正的发展起来 所以就怎么样也坚持下来 现在行情有很多的工程在做 将来也会入驻很大一批的商业公司 市场发展出度真的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 我们装收公司最初的业务 还没有这么多 经过几年的时间 现在就比较稳定了 有几个很好的合作团队 这个就是我们新媒体公司的办公场所 新媒体公司也是20年开的 现在做了十几套 我们就是想把行情在大湾区发展的经历 分享给安门的一些观众 六万元人才保铁了 澳门入环琴的单排车 由现在的五千个到一万个 其实在这地生活也有十年了 我是从2018年的时候搬到行情来住的 因为这边空气啊 或者是整个环境啊 现在也是做得很好的 然后我在盘勤也有本地的一些朋友 经常会约出来 上上步啊 跑步啊 这样子 其实我一个星期都有三次去回澳门的 因为在那边 然后也有一些澳门的业务在那边 回澳门是很方便的 从我们盘勤住的地方到澳门 过了两个关之后也是十几分钟的事情 我觉得创业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吧 就是从无到有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可是对于我来说创业的意义最大的满足感 在横琴这个地方发展空间非常大 有无限可能 我是很建议澳门青年过来大湾区过来横琴发展的 未来也会在这里继续的发展 立足横琴 希望可以打出大湾区其他的城市